众所周知,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中国一词正式成为国民,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的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简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但是,当今世界上还有两个地方也叫中国,你知道他们在哪吗?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名称的由来,词原中对中国的解释是,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我国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称为我国的专称,我国古代。 国是城或邦的意思,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经史学家考证,中国一词有五种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诸夏或汉族居住的地区和建立的国家,中国一词还与中字有密切关系。 所以,儒家经典认为,中是正中、中正、中道的意思,是中国古代圣人所推崇的天下正道,所以,中国这个中字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 古代汉民族对自己文化有非常强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中央之国,所以,从汉代开始,汉族就将自己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而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中国,不过,双方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虽然我国古代历代王朝都以中国自居,但却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的国民。 中国作为国民最早出现在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正式作为国民出现在国际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印度历史上的中国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印度和日本都曾有过中国。 张太炎在《中华民国节》一文中说道,印度一称摩羯陀为中国,日本一称山羊为中国。 张太炎认为,印度,日本的中国是低于中国,不具有王朝属性,在印度历史上,有一个以摩羯陀国为中心的中国,据说亚历山大率军入侵印度,在恒河流域留下一支军队后撤回西方了。 在摩羯陀国,有一个孔雀世家,该家族的詹陀罗,极多起兵推翻了南陀王朝,赶走了马其顿驻军,统一了北印度,然后自立为王,建立起孔雀王朝。 当阿玉王势力兴起时,国力已十分强盛,佛教取代了婆罗门教,摩羯陀中国成了佛教新中国。 恒河流域的摩羯陀中国与东方的中国相似,然而,过了一百多年,孔雀王朝就被推翻了,摩羯陀中国随之解体,摩羯陀中国无论是国土、规模还是制度建设都无法与古代中国相提并论。 而且,摩羯陀中国是宗教国家,不是以历史为基础的国家,这与我国古代的王朝完全不同。 这一点决定了中国这性质也不同,日本的中国日本平安时代沿洗年间,政府颁布文告,将异战案地区分为晋国,中国和远国,山羊国居中,故称中国。 日本的中国地区位于今天日本本州岛的西部,包括今天的广岛、岡山、山口、岛根、苗取树线,本州西部中央是连绵的山脉,以山脉为界线,分为山阴道和山阳道,山阳道在南,靠近赖湖内海,山阴道在北,靠近日本海。 严格地说,中国地方是山阴山阳两道的中西部区域,日本中国地方名称的由来,一般认为与绿令之下令治国的分类有关,在日本划分五级七道以后,依据令治国与经济一带的距离,划分为晋国、中国、远国,在最早的划分中西面的背中。 背后,出云等地,还有关东与晋基之间的远江、郡河等国都被划归到中国地方,现在如果你去日本中国地区旅行,你到处可以见到中国的字样,比如你会看到中国医院、中国电地、中国银行、中国新闻社等一些好像中国企业的牌子,报上也总是出现有关中国的消息,实际上,这些与我们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国只是这一代日本地区的传统叫法,与中国国名恰巧相同, 日本历史上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唐代以后,日本人也知晓了中国义词的深刻内涵。 在清朝把中国义词作为国名的时候,日本曾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词不独属于中国,它还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清朝只不过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以使用中国作为国名。 不过,清朝大臣坚持我们拥有中国义词的所有权,并成功将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 但是,日本认为他们中国地方的命名早于我们,也不打算改名,并一直使用到今天。 除了日本以外,美国德州的一个小镇也叫中国,英文名China。 众所周知,中国的英文单词就是China,这个小镇因有一个职务来自于中国,因而用China命名。 现在无论是日本的中国地区,还是美国德州的China小镇,中国一词都只是城市和地区名称。 而现在世界上叫中国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字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源自古代中央之意,意味着地理上的中心和政治上的核心。 在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中,中央是至高无上的,代表着权力,威严和稳定。 中国这个名字,由中和国两个字组成,合起来表示中央政权的国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中国人民的发展与壮大,中国的历史文物也是重要见证,例如兵马俑、长城、故宫等。 这些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珍宝,不仅记录着中国的历史,也展示了中国的艺术和技术水平。 这些文物也是人们对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魅力的国度的认知和理解的窗口,中国的语言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汉字远远流长,传承至今,是世界上仅有的几种连续使用至今的文字之一。 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论语》等,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这个名字代表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一个充满智慧和文化的民族,从历史渊源到历史文物,从语言文字到文学艺术。 这个名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光和智慧。 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宝,中国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夏朝时期,那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政治制度,从古代的中土到现代的中国。 这个名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文化。 在中国的历史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古代建筑、瓷器、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它们无不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规律和精髓。 中国的文化是深邃而博大的,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历史。 汉字和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 他们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 中国在文化和语言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这也让人们更加珍视和热爱这个充满智慧和魅力的国度。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China,中文名为乔纳干,位于休斯顿以南约一百公里处,是一个小镇。 它得命于一种在中国常见的柑橘植物,中国又Chinese grapefruit, 因为这种水果在该地区十分盛产,被当地人广泛种植和消费。 为了纪念这种水果,当地人将这个地方命名为China, 当地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当地一家超市的店主想在商店门口建一座拱门,以吸引顾客。 他找到了一个建筑公司,但由于当时二战期间, 钢铁和其他建筑材料的供应非常紧张。 然而,有一个中国移民建议使用中国右皮做拱门的结构。 店主试验了一下,结果效果非常好。 最终,他们用右皮制作的拱门成为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据说,这个小镇的名字最初并不是China,而是High Hill。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来到这个地方, 当地人开始使用China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个地方。 德克萨斯州的China小镇虽然不是直接称为中国, 但与我们的英文名字相同,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镇。 这个小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当时许多华人移民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 这些华人移民开始在当地务农,种植了许多不同的植物, 其中包括一种被称为中国树的植物。 这种植物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美丽的花朵, 因此得到了人们的喜爱,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小镇逐渐成为了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区, 人们开始用China来称呼这个地方, 并在镇上建立了许多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建筑和设施, 如中国式的房屋、亭子、花园等等。 现在,这个小镇已经成为了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圣地, 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参观。 虽然这个小镇的名字来源有些神秘, 但它无疑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无论是日本的中国还是美国的China, 这些同名地方都是中华文化蓬勃发展的见证, 也反映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虽然这两个地方的命名都和中国这个国家有关, 但它们与中国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它们只是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产物, 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和影响。 无论这些地方的命名是出于什么原因, 它们都与中国这个名字紧密相连, 为人们展现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魅力, 中华文化是一个悠久而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 它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晶, 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 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我们应该珍惜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正如我们所说, 真诚无法伪装, 虚假也无法永远成立, 只有通过真正的努力和实际的行动, 才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让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最后,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让这个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文化在未来继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感谢观看